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不要讲得太明白 保留那种抽象的感觉 可是你又不能让他听不懂 因为听不懂的话 他就看不懂整齣戏 那很多像舞蹈 我们可能连明眼人都不一定 是看得懂的 那我觉得怎么样适当地去选择 要用哪些文字 去精准地描述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第一次看到 情理学校的学生闭上眼睛 享受一场演出 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绝对难忘的经验 只要是做这样的服务 到最后都收不回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真的踏到了另外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 思考过的那个群体 那个组成里面 然后当他们也可以 欣赏演出的时候 那个我觉得对艺术家的感动 非常强烈 我们只做市长朋友的眼睛 可是我们不做他的心 不去揣测 就是我们不去帮他定义 这出戏该怎么看 就是把观影的权利 还是留给市长朋友 之前我有说过 就是一样的训练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起来 对于口述影像到底该怎么呈现 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会去讨论说 那这个稿怎么去描述 或是当一场戏 在上面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第一要件 要去讲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可能也再加上 后来可能有市长朋友的一些回馈 那我们就考量一下 调整那个稿的内容说 可能这个部分 这个是重点要讲 或是讲成怎么样子 他们能够不讲的问题 我们如果认为参加 参加艺术活动 其实是一种人权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为什么我们设下 各式各样的阻碍 你想想看 有哪些人被你排斥在剧场门外 这件事情就一直对我来说 有一种 我就觉得那好像是一个提醒 我们自以为做得够了 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那几乎是没有 那几乎就刮到表皮 呢 是的 这也是 governing